全新的雜耍特技以及魔術表演 还有户外美食 农夫市集 以及不定时的音乐演奏 潮州自家在地森林游乐园 为了庆祝新年 同时也能回馈乡里 特别推出屏冬县民优惠企划 安排长达一整个月份 只要县民凭身份证件 就能免费入园 从1号到3号 我们有举办户外美食 以及农户市集的嘉年华会 我们有将近60这几个摊位 都已经聚集在这边 展现我们最大的一个诚意 趁着疫情的期间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边 南部首选的八大森林 有2800多颗的桃花西木 吸收分多金 包括我们的蝴蝶生态园区 还有参宝宝故事馆 跟我们的假日六日 每天都有两集的一个魔术 跟杂耍特技的表演 展现最大诚意 我们这三天屏东县民 只要持身份证免会入园 其余的全国的乡亲 我们入园只要着缩100块的 清洁费是完全没名票的 除了宪民免费入园 外县市民众前来游玩 也只收100元清洁费 强调园区拥有 2800多颗桃花西木 生态物种丰富且空气好 是很适合乐活放松的好去处 也有不少乡亲表示 疫情期间到户外走动 享受大自然 这里是首选 这里好空气好 这样走一走身体好 这样这种时候来这种地方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出来走一走 这八大生女儿区空气很好 又有魔术表演 又可以看腕雄 又有奴婢羊 还有一些可爱的动物 来这里又可以享受一下 分多金 业者强调近期园区也统整馆内设施 包含腕雄区 蝴蝶生态园区 蝉宝宝故事馆 同时也将重新规划动物区 希望提供乡亲一个亲子共有的优先好去处 让大众一起享受健康乐活去 评同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